日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向美国空军交付了一架F-35A闪电II战斗机。 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交付的第400架F-35闪电II战斗机。 从2015年,美国希尔空军基地的第34战斗机中队,接收第一架F-35A闪电II战斗机以来。 美国空军已经装备了197架F-35A闪电II战斗机。 F-35A闪电II战斗机,已经不仅仅在多项效能上,超越了F-22A猛禽战斗机。 而且在装备数量也逐步和F-22A猛禽战斗机拉开差距。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F-22A猛禽战斗机,总共量产了187架。 加上之前生产的8架测试机型,总共就只有195架的建造规模。 美国不仅仅美国空军装备的F-35A闪电II战斗机,另外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F-35B和美国海军装备的F-35C战斗机。 总体上美军装备的第五代战斗机建立的数量优势,已经是相当明显。 仅仅美国空军,目前就有384架的规模了。 作为美国长期对手的俄罗斯,如今也决定装备F-57这款第五代战斗机。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,在对俄罗斯国家试飞中心,进行视察的时候,宣布将装备76架苏F-57战斗机。 而俄罗斯副国防部长,在视察俄罗斯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的时候,也证实了俄罗斯正在建造量产的第一架苏F-57战斗机。 目前,俄罗斯空军最新的战斗机,其实是一款传统的四代战斗机。 这就是苏-35战斗机。 苏-35战斗机,被俄罗斯称为四加加战斗机。 而原因就是在于这款战斗机,具备了多项第五代战斗机才具备的能力,包括超音速巡航能力,超视距打击能力和超强的机动能力等。 俄罗斯空军分两批订单,已经装备了98架苏-35战斗机。 而如今俄罗斯国防部宣布,将继续订购20架苏-35战斗机。 这次的订单将在2020年完成交付。 苏-35的第三批订单,是在俄罗斯决定装备苏-57战斗机的情况下决定的。 苏-57战斗机的采购单价,仅仅3000万美元左右。 这是与苏-35战斗机没有太多的差距。 在对手的隐身战斗机装备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, 俄罗斯籍继续进行传统四代战斗机的装备。 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奈。 这是在俄罗斯空军,对于苏-57战斗机的效能是非常清楚的。 苏-57战斗机,虽然被称为第五代战斗机。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效能,却让苏-57战斗机名不负实。 这就是雷达隐身能力。 俄罗斯苏-1设计局设计的苏-57战斗机,没有采用F型进气道。 这个设计,让这款战斗机的发动机叶片,会直接暴露在雷达波之下。 可想而知苏-57战斗机的雷达隐身效果了。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,前不久就公布了一组苏-57战斗机的资料。 其中就包含苏-57战斗机的雷达发射截面机。 美国空军装备的F-22A猛型战斗机的雷达反射截面机在0.001平方米以下。 而苏-57战斗机的雷达反射截面机,达到了0.5平方米。 如此一来在与美军的隐身战斗机对垒的时候,苏-57战斗机是要吃亏的。 苏-57战斗机,被F-22A猛型战斗机,击落了都不知道对手在哪里。 这是俄罗斯空军,未来所无法避免的尴尬。 本文为新兴国际原创。 转载请著名来源。 苏-57战斗机,是俄罗斯空军的王炸。 但是这款被俄罗斯空军寄予厚望的第五代战斗机,有助太多的问题。 目前,总共有10架苏-57战斗机的原型机在测试中。 苏-57战斗机的原型机,在2010年1月29日,就完成了首飞。 第二年苏-57战斗机就参加了莫斯科航展,并且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。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,展示其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成果。 不过苏-57战斗机的公开亮相,也让人大跌眼镜。 因为这款战斗机的做工,实在不敢恭维。 直观的感觉就是拉了皮迪苏-27战斗机。 而拍扁的苏-27就变成了苏-57战斗机的外号。 目前,大批装备的苏-35战斗机,是俄罗斯唯一拿得出手的战斗机型号。 苏-35战斗机,是一款外形和苏-27战斗机极为相似的机型。 不过这款战斗机的结构,是经过重新设计,并且具备了更为先进的飞控技术。 另外,搭配有大功率的有缘相控这雷达。 在苏-57战斗机大批装备之前,苏-35战斗机,可以作为应急之用。 但是作为王炸的苏-57,究竟能否承担俄罗斯空军未来的优势装备,就要打一个问号了。 与苏-57战斗机,研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歼-20战斗机。 在2011年1月11日歼-20战斗机的原型机,完成了首飞。 而如今歼-20战斗机,早就在空军作战部驻列装。 苏-57战斗机的研制进度,和歼-20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。 歼-20战斗机,是一款具备隐身能力、超音速巡航能力、超设计打击能力和超强激动能力的战斗机。 是当之无愧的第五代战斗机。